从巷口就听见奇怪的声响 疑似有大人对小孩动粗 没多久身材高大 男子牵着小男童走进巷弄 骑单车的骑士经过 担心孩童遭遇危险 尾随在后 确认孩子平安走进屋内才离开 他用拳头打的是小朋友的右后背部 那当下在第二身攻击之后 小朋友其实有哭出声音来 但是我制止这个 就出声制止这个男子之后 小朋友就立马停下了哭泣 中况是发生在新北市街出巷弄 7号傍晚5点多 募集民众报案指控 这名男子仿佛是把男童当成杀包在打 力道与程度远远超过正常管教的范围 甚至有可能在孩子身上留下重大伤害 觉得这个小孩可能会有受到 伤害的一个状况 那也许经由报案这个方式 才有可能制止后续这样子的行为继续发生 警方在这件事情非常的帮忙 警方调查这名男子是5岁男童的父亲 年约45岁被附近居民募集徒手打小孩 好在被制止之后立刻停手 但警方仍不敢大意 立刻通报家暴防治中心 由家防官和社工查访调查 而在房市之后 父亲表示孩子在骑车的过程晃动机车的龙头 这样的行为对父子两都非常危险 也因此在停好车之后 严厉告诫孩子不得再犯 只是疑似用拳头管教的过程 引起附近居民的目光 到底有没有涉及家暴或是不当管教 社工也将持续追踪 TV别转往外界 再见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